大马呀 你欠了这么多的赌债 你就这样撒手不管了 留下我们孤儿寡婚 可怎么活呀 马虎 换钱 开门 马虎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还钱 不还钱把你们的狗窝给你们烧了 各位大哥 行行好 我把你走的时候 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输光了 我实在是没有钱了 没钱 关我屁上 欠债还钱 千经地义 你要是今天不把钱还给我 我就把你儿子推大手 让他这辈子当乞丐要办 不要 不要伤害我儿子 不还 我活 看到没 你现在不好好学习 将来只能捡垃圾 哎 竹华 唉 你又去城里 去看你孙子和儿媳妇了 是 我呀 给他们送点鸡蛋 还有我种的这些东西 哎呀 竹华你可真幸福 那我先走了啊 你忙你忙 马家行真是个乌龟王八蛋 他挖紧破烂供他上大学 他倒好 当上了经理有出息了 有了媳妇 不忘了娘 真是个白眼 真是可惜了 苦了煮花了 年年往城里边送东西 连孙子的面都没见过 下面我宣布任命马家行 为咱们公司的新任总经理 大家鼓掌 恭喜马总 马总真是年少有为啊 是啊 以后公司在马总领导下 肯定会越来越好 来的老台婆 滚滚滚滚 你们啊 一定要向马总多多学习 知道了吗 我找马家行 我找我儿子 马家行 马总 马总可是个孤儿 你冒充谁不好冒充他妈 他不是孤儿 我是他妈呀 小马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点土鸡蛋 还有土特产 给咱儿媳妇 还有孙子 补补身子 这点土特产 你让别人送不就行了 你非得自己来 我 你这不是竟给我添乱吗 你赶紧回去 我不是想着 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见过咱儿媳妇 还有孙子 你就让我见见呗 你看 我还给孙子 给准备了红包呢 你看你看 你这点钱不能留着自己用吗 马家行 老婆 你是儿媳妇吧 她是谁啊 我是 她是我家邻居 李婶 李婶 小马 你怎么管我叫李婶啊 我是你 好了 李婶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好意 我们先领了 马家行 你们这是干嘛呢 小米啊 你这不是刚怀孕吗 我呀 叫李婶从乡下 给你带了袋土特产 正好补补身子吧 土特产 马家行 他们乡下的东西 那能干净吗 放心吧 小米 肯定赶紧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不是要去接点点吗 你快去吧 正好 我再跟李婶聊会儿 行了 对了 咱们家的保姆 这两天辞职了 我这两天吧 也有事 正好 让你这个李婶 上咱们家去顶几天班 这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都说了 不让你来 不让你来 你非得来 你是非得要逼死我是吗 小米 我不是想着这么多年 我没见过儿媳妇 也没见过孙子 你刚才怎么管我叫李婶啊 妈 你别问了 行不行 这样 你先去外边逛国 晚点我再来接你 你记住 你在外边 千万别说你是我妈 就说你是我婶 公司还有事 咱们说了 李婶 妈 这些年 你四处捡破烂 找人借钱供我多书 等我有出息了 我帮你接进城里 让你住大房子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陆总 我们今天要考察的公司到了 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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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是谁家的孩子偷一下包子 啊 让你偷 让你偷 来 这个丧了 不吃了啊 来 咱们吃这个 来 吃这个 以后想吃什么呀 就去我们家吃 我们家在那边啊 吃吧 走了 小马 小艺 小艺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干娘 这么多年 我在国外待着 孩子 好孩子 干娘 再回家 我 我 我 干娘 跟我回家吧 你儿媳妇啊 一直都想见你了 小艺 我 走 来 来 来 走 快点 恭喜老人回家 回家 恭喜老人回家 干娘 这是我老婆小雅 干娘 这些年 一直听小艺提起你 现在终于见到真人了 我也一直惦记着小艺 没想到小艺 这么有出息 还娶了你 这么漂亮的媳妇 干娘 你真会说话 走 咱们进去吧 走 这 这地板这么干净 我这鞋 干娘 这再干净的地板 也是给人踩的 更何况是干娘您呢 是啊 可是我踩脏了 怎么办呢 没事 走吧 走吧 好 干娘 你看 你二十年前 给小艺只的毛衣 她还留着呢 原来小艺一直想着我 要是小马 有她一半 懂事就好了 干娘 您饿了吧 我现在去给您做饭 好 那我去帮忙 小马找不到我了 我得赶紧回去 我得赶紧回去 干娘 晚饭好了 小艺 顺便照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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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妈能见孙子了 喂 不过我跟你说好了 如果小米问起来你是谁 你就说你是我李婶 记住了吗 小马 你为什么非得说我是你李婶啊 妈又没做什么 见不到人的事 妈 我跟小米结婚的时候 说我是孤儿 孤儿 妈在这 你怎么能是孤儿呢 我跟小米说你死了 小米咱们家庭条件好 瞧不起咱们乡家人 如果被她知道有你 她哪还会跟我结婚啊 妈 算我求你了行吗 行 离事就离事 走吧 家行啊 妈呀 还给你带了点土鸡蛋 家里的老母鸡下的 你看 妈 你赶紧先把这个鞋套套上 好好好 一会儿你再把地踩脏了 这 这地板这么干净 我这鞋 干娘 这再干净的地板也是给人踩的 更何况是干娘您呢 这 这怎么弄了 就这么套 你真是 爸爸 她是谁啊 我是 她 是爸爸李婶 你叫她李奶奶就行 奶奶好 变变 奶奶给你带来好吃的了 你谁啊 你碰我孙子干嘛 妈 她是咱家新来的保姆 是刚来的 不懂规矩 您别往心里去啊 保姆 我是保姆 这保姆 一定有保姆的样啊 不是你看看你 小马 他这也太脏了 马家好 你就不能让他收拾干净了 再进来吧 老婆 您先别生气呢 行了行了 你赶紧出去洗洗 行了 去阳台上晒一个小时的味儿 待会儿再给我们做饭 来 李练 来吗 你也来个鸡腿 补补身子 还是我女妻心疼我 这是点点最爱吃的番茄炒蛋 这个蛋呀 是我养的鸡下的 来 吃个鸡蛋 多吃点啊 这什么时候家里的保姆 也能上桌吃饭了 马家好 你怎么叫他回去的 我给忘了 李婶 去那边吃吧 我 那我加点菜 厨房里不是有剩菜吗 李婶 你就去那边吃吧 小马 我听说 最近你接了一个大弹呀 妈 你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我跟你们说啊 是沃克集团的生意 这单生意要是坦成了 那咱们家可就发财了 沃克集团 我听说 他们老板很年轻 好像刚从国外回来的 我跟你们说啊 这单生意 只要是坦成了 你们想要什么 我给你们买 老哥 我最近正好看上一个包 你这生意坦成了 你可必须得买给我啊 给你买 爸爸我想要一个大玩具 没问题 天天 到时候啊 给咱妈换个镯子 再给咱爸呀 换一套红木家具 她不是念叨这个事 好久了吗 哎呀 还是我女婿最孝顺 哎对了 还有一个 还有谁啊 你弟呀 她不是一直说 想要个奔驰吗 到时候 我给她买 我弟要是知道了 那肯定得开心思 我就说 我老公最好了 看什么看啊 赶紧吃 吃完这些 收拾卫生去 有那镜像就偷了 老公 我这项链怎么不见了 哎呀 你再仔细找找啊 在家里死 没有啊 我都找过了呀 你说 会不会是保姆拿走了呀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呀 那 她一个乡下来的保姆 谁知道她手脚干不干净 走 陪我找她去 哎 老婆 这样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快别废话 走啊 我这些钱 够给点点买礼物的了 说 你是不是拿我项链了 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说 你是不是拿我项链了 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什么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把项链拿出来 我 我没有啊 要我说 这项链肯定在你屋里 给我搜 愣着干什么 动手呀 我来 你别动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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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婶 深圳不万有的外 你就给他们搜一下 小马 没有 没有 怎么可能 没拿你们东西 怎么会有 这东西不在你屋里 也不代表你得偷啊 说不定 这东西就在你身上 我要搜身 阿伟 十分钟之内赶到 收到 这东西就在你身上 我要搜身 要不算了吧 算了 什么算了 怎么 不让搜啊 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 那你要搜就搜吧 把他的衣服 给我扒了 好好的搜 愣着干什么呢 动手啊 你婶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小马 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们搜吧 那小脸在不在我身上 你这鼓鼓的 什么东西 给我拿出来 我自己来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 重赞 养珠 一笔 一笔 辛辛苦苦 攒些的钱 是儿子有出息了 用不着我这些钱 这些总该不是偷你们的吧 那也不一定啊 没准你是偷别人的 我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做过亏心的事 哪怕是儿子上大学 我没有钱 我女客是钱破烂 我也没有拿过人家一分钱 我怎么会去偷你们的东西呢 没钱 关我屁事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要是今天不把钱还给我 我就把你儿子捶大舍 上他这辈子当乞丐要饭 不要伤害我儿子 我活 我活 李婶 我们这也不是为难你 你要是看见了 你就拿出来 搜的地方你们都搜了 要不要我把肠子挖出来 给你们看看 好啊李婶 我可已经给过你几位 是你自己不知好的 等下警察要是来了 调监控查记录 我看你还玩哪藏 尚 你儿子 还有你孙子 这一辈子才不起头来 行吗 他们不信任我 你也不信任我 你们救回欺负人 够了 李婶啊 算我求你了 你要是拿了就赶紧拿出来 待会警察来了可就晚了 小妈 你说什么 她妈不信我 我不难过 连你也不信我 李婶 现在东西真的丢了 可家里就你一个外人 外人 外人 好吧 你们报警吧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咪咪 报警 等等 李婶 既然该搜都都搜了 你走吧 你赶我走 你赶我走 不是我要赶你走 你也不看看现在 这里已经容不下你了 你容不下我 我怎么 这之前 我能再看看蝶蝶吗 你看她干什么 李婶 算我求你了 你不要看到我 妻里子散才高兴是吧 走吧 慢着 不能走 东西还没找着呢 就是 我乡里还没找到呢 怎么能 算了妈 不要闹到警察局 那咱们家投资怎么办 那 行吧让她走吧 不能影响小马的投资 走吧 我就不该来 我就不该来 妈 你等等 你等等 我就不该来 妈 你等等 妈 今天这事 你能别往外说吗 尤其是小米送你身这事 要不然 我怕她有麻烦 要不这样 妈 你先去车站凑合一宿 明天一早 你赶紧走 小妈 妈知道了 妈 你记得 你一定得回去 冷下 停车 干娘 干娘 小姨 干娘 你这大晚上了 在路边干什么 我迷路了 干娘 要是有人欺负你 可一定要跟我们说呀 对呀 要是有人欺负你 就告诉我们 我陆锦衣 不会让他们欺负 我自己的母亲 我陆锦衣 不会让他们欺负 我自己的母亲 小姨 放心 干娘 看这天这么冷 我们回家说吧 对呀 干娘 小姨 你们的心意 我领了 干娘是乡下人 实在过不惯 城里的生活 干娘 你看这天气 现在这么冷 这么晚了 你要回去的话 明天再回去吧 小雅 来 扶干娘穿车 走吧 先回家 妈妈抱抱 来 抱抱抱抱 爹爹 你身上的签链 从哪儿拿的 是从妈妈房间拿的 那我们是不是 冤枉李婶了 冤枉什么冤枉 他一个乡下人 就算现在不偷 以后也得偷 是吧 咪咪 说的就是 外婆 我饿了 饿了 那外婆 给你做饭吃 好不好啊 我不要吃外婆 做的饭 我要吃 李奶奶做的 爹爹乖 爹爹想吃什么呀 我不管 我不管 算了 既然李婶没拿 你把她叫回来 算了吧 咱们刚把人赶走 再叫回来 也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了 这不就是一个保姆吗 你多给她加点工资 不就行了 巴家航 我看你是连我的话 都改不听了 愣着干什么呢 他去啊 行行行 那我去 干娘 吃个虫子 你吃你吃 干娘 这是景仪特意给您买的 干娘 您看这是什么 这个使不得 这个使不得 干娘 您就别推辞了 来 我给您戴上 干娘 你在外面动了半天了 泡泡脚暖了身子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干娘 从小就是你照顾我 我这长大了 也应该照顾你 再说 你是我干娘 我给你西角 是天经地义的 是啊干娘 这是景仪的一番孝心 您就依了她 算我求你 你非要看到我 岂里子散 你才高兴 是吗 走吧 干娘 你怎么哭了 干娘 高兴 您要是高兴 儿子天天给您洗脚 您先在这坐着 我去给您 拿双拖鞋去 那干娘 我去给您收拾房间去 喂 妈 你在哪儿啊 刚才的事是个误会 你快回了吧 这段声音要是谈成了 咱们家可就有钱了 在什么呢 你啊 这个可是家行为了陆老太太准备的生日贺礼 是 是你要是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你 我看 你是刚回了 又起了贼心是吧 李婶 我叫你来是照顾点点的 不是让你乱碰东西的 我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家行 买给你吗 你配吗 李婶 算我求你了 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明天的宴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行吧 我真的以为这个是你拿给我的 行了 你别说了 我也没时间听你说 小敏 不信把这个戒指拿去洗洗 给咱妈带吧 陆老太太那边呢 咱们再给她准备个新的 真是火急 我告诉你啊 以后别乱摸乱炮 恭喜恭喜 恭喜老太太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老太太 恭喜老太大兽 里面请 里面请 恭喜 里面请 里面请 你知道吗 沃克集团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你说就是百亿投资的那事吧 我都知道了 也不知马家行走什么狗事 两亿都不算什么 主要是攀升了路走 羡慕不来 来 妈 妈 他们这些人啊 都是为了您而来的 嗯 你先进去转转 我出了点事 一会儿过来找你 去吧 妈 那您先进去转转吧 恭喜老太太 祝老太太 福寿绵长 恭喜恭喜 恭喜 这场宴会 来的可都是江城的商业巨头 要我说 这陆家不愧是世界五百强 这 你看你看 多气派啊 妈 咪咪 今天来的呢 可都是一些大人物 咱们说话一定得小心一点 咱们可千万别得罪他们 放心 马有分寸 咱好 你看 那个 是不是你李婶 李婶 她怎么在这 李婶 她怎么在这 李婶 你不好好在家打倒卫生 你来这干什么 我是来参加宴会的 参加宴会 我知道了 你是看我们一个个都被邀请了 你也想来是吧 你们乡下人呢 就是这样 抓住一点机会就使劲猛声 说 是不是借我们家小马的名头 偷偷溜进来的呀 我不是溜进来的 我 我是有人邀请我来的 有人邀请 你看看今天来的哪一个不是名门贵族啊 他会邀请你一个乡下来的保姆 满嘴胡言 把你邀请函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我 邀请函 我没有 小马 我一时半会跟你也说不清楚 你等一等 等会你就知道了 你婶 你现在赶紧回去 你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哎呀 家行 你还跟他废话什么呀 赶紧把保安叫来给他弄走 这万一要是被人发现了 那投资可就黄了呀 保安 你好 我是保安队长 怎么了 这个人 他没有邀请函 偷偷溜进来的 把他给我赶走 女士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我没有 没有邀请函 请赶快离开 不要扰乱烟会的秩序 把他给我 带出去 我们是流进来的 我是有人邀请我来的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干娘 干娘 你没事吧 你们在干什么 女士 这位老太太她没有请铁 我们是按规矩办的事情 规矩 你知不知道 她是我请来的贵宾 你们有什么资格赶她出去 什么时候 逼个保姆 变成贵宾了 干娘 好 我知道了 你是她干女儿啊 你让你这个女儿过来 不会是想让她勾引陆总吧 勾引陆总 怎么 还装傻呀 你们乡下人不就是这样 喜欢用不正当的手段 上位吗 还不赶紧滚 可笑 你知道我是人吗 你又知不知道他是谁 我当然知了 一个保姆 一个保姆的女儿 企图 用这种卖肉的方式 勾引陆总 我怎么不知道呢 再让我听见一句 我就打了你的嘴 再让我听见一句 我就打了你的嘴 你敢打我吗 你敢动手 你不要命 你知道我女婿是谁吗 她可是陆总重要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你知不知道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伙伴 我可以随时把 还有你 要是再保住拿的 我连你一起打 这个女人她没有请帖 还在这闹事 还不赶紧赶她走 女士 你已经扰乱了宴会的秩序 请你离开 我刚回国 有人不认识我正常 但是要请我出去 还是先请示一下陆总理 陆总 还请示什么呀 她不过就是一个保姆 这不过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 她不能有什么本事 还不赶紧赶出去 林婶 我几次三番地饶过你 今天你却带着你这个女儿 在我们这儿闹事 我看 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家好 女士 如果你真的拿不出请帖的话 我们也只能按规矩办法 她要是能拿出请帖 我现在就跪下给她磕两个 睁到你的眼睛看清楚 师父是你 让我们亲自给我干娘写的行情 真不要 全情帖都敢造极 就是 一个堂堂的董事长 怎么可能给一个乡下来的保姆收些情帖 你是不是拿我们当傻子呀 李婶 我求你了 你能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吧 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亲笔信 不是吧 小伙子 你们一定弄错了 你们董事长 怎么会给一个乡下来的保姆写信呢 闭嘴 我们董事长的自己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这怎么可能啊 你们再好好检查检查 不用检查了 我们董事长的自己 我还是认识的 请你们立马向这两位贵宾道歉 这 你不是说 我要是拿出来情帖 就给我磕头认错 你到底贵不贵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依我看 这情帖啊 分明就是你偷的 还有你刚才打我妈的事 我可还没找你算账 你小子这枪子夺理 你到底贵不贵 你要是不贵 把你推大顿 哎你 你们干什么 你神 小雅 要不算了吧 干娘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他们刚才 都那么欺负你了 我岁数这么大了 被人骂两句 不碍事的 今天来的都是贵宾 咱们别把事情 搞得太难看了 干娘 你就是太善良 太阴软了 既然干娘都这么说了 看在干娘的面子上 今天就放你密码 干娘 宴会马上要开始了 那我们先走吧 一会儿还要请你 这个寿星上场呢 董事长 这是您对马家行先生 投资的两亿订单 陆总 您安排我调查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老夫人 在马家过得并不是很好 什么 丧尽天亮 马家行呀 马家行 可真是个人 准备一下 跟我去宴会厅 好 气死我了 这个死相吧 也不知道从哪儿 偷来的情境 把我们全家的脸都丢进了 家行 你那个李婶 不会真是陆总啊 不可能吧 她怎么可能认识陆总啊 那你可一定把这巴掌 给我打回来 咱妈可言不下这口词 小米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难道就看着咱们受委屈吗 妈 小米 今天的事咱们先忍一忍吧 等夜会结束了 我肯定找人收拾的 咱们家马上就要步入 上流社会了 可不能在这个时候 出差错呀 在这美好时刻 我们相聚在这里 共同祝贺老夫人的五十大寿 下面隆重有请老夫人上台 这宴会真气派 要是我老了 也有这么一个寿宴 我就死了无憾了 怎么回事 老太太还没来呢 老太太呢 在哪 这 这怎么回事 家行 不会是你那个李婶 把老太太惹不高兴了吧 我觉得明明说的没错 这老太太要是不来 我对她富贵可就没有了 小马呀 你可真是弄了个三星了呀 小雅 过了一头 我有急事 盖娘 您先上去吧 我去接一下警力 一会儿 我们两个给您一个惊喜 好 这边 恭迎老太太 请 这就是老太太吗 这也不像你啊 像个香巴佬一样 小马 你 你这个李婶 可真的是要把你给害惨了呀 哎呀 这 这 家行 这 他上去干什么呀 这可是老太君的位置 哎呀 他这不是存心想害你吗 家行 你上来干什么 赶紧走 这就是马家行 他怎么敢对陆老太太动手动脏的 什么陆老太太 他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保姆 过一过来闹事 什么 保姆 并且 手脚不干净 被我们撵出来 现在怀恨在心 故意过来害小马 偷东西 还有这事 就是 当初啊 我看他可怜 我才没报警 不过现在想想 我可真是后福 当初我要是报警 把他给抓起来 现在他也不会在这闹事 一婶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赶紧走吧 小马 这个寿宴 是被我准备的 我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啊 你再等等 你再等等 好吗 一婶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啊 我当初就不应该 把你从乡下借过来 你赶紧走 准备好了 陆总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请你看年明何在 走 妈 我知道你还在生小敏的气 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 你要害死我吧 我 这样 你现在赶紧走 马上回去以后 我再好好补偿你 行吗 小马 你求不能相信我一次吗 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等一等 等一等 到底走不走 你走不走 非要把我逼死才行是吗 你现在赶紧跟我走 就不然我和你断绝关系 什么 小马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婶 你非要把我逼到一无所有 身无分文才高兴是吗 我都跟你说过了 让你再等一等 等一等 够了 不要再说了 南初就不应该把你 从乡下借过来 你说你来到城里以后 你除了害我 你有帮过我一次吗 小马 你说这话没有良心 或是我不帮你 你能长这么大吗 你能过上现在的日子吗 李叔华 你不过就是我们小马的邻居而已 怎么听起来 感觉你像他妈一样 你可真是不要脸 你这不过就是给我们家家行 送过几顿饭而已 这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好像他欠了你天大的恩情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是小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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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脑够了没有 我现在就跟你两个选择 要么我私给你看 要不你现在赶紧跟我走 林婷可死了 我愿意认我是吗 我到底是有多丢人 你到底走不走 行 我走 你都不相信我了 我还留在这 干什么 不行 他不能走 小马 他要是走了 回头陆总怪我们可怎么办 就是 他可不能走 这他要是走了 陆总以为是我们在这里闹事 等陆总来了 你跪下 给他客套认错 小米 你就让他走吧 不行 说闹完事就想走 天体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呀 就在这跪着 等陆总来了再处理 你啥 你赶紧走吧 行吗 别在这儿丢人了 马家好 你好带着胆子 马家好 你好大的胆子 陆总 妈 扭黑死我呀 小马 你真的不认识他了吗 到现在你还费什么话呀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陆总 你千万别生气 陆总 陆总到了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活该 谁让他自寻死路 坐在人家陆总母亲的位置上 这不是我们弄的 都是哪个香巴佬 我现在就让小马赶紧把他拖下来 香巴佬 你说谁是香巴佬 就是他 一个乡下来的下的人 竟然看扰乱陆老太的生日夜会 真是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你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 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 他是我陆锦衣的干娘 干娘 还真是陆老太太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马家行真是找死 陆总 您是不是弄错了呀 他怎么能是您干娘呢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不认识自己的妈妈 你们两个畜生 今天在我干娘的大树上公然扰乱 这笔账 我得好好给你做 陆总 家行 他们不叫你我的汪名 马家行 你还是人吗 他们欺负干娘也就做了 连你也欺负她 你是不是个畜生 说话 一婶 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啊 真是大婶成为了忘命啊 你刚才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是 就是啊 就是啊 我刚才说了 你们不信呢 你们只要等一等 就全都明白了 三分钟你们都不愿意等 让我来过的不是别人 是你呀 小马 李医生 我 李医生 盖娘 这 李医生 盖娘 这 他为什么叫你李医生 啊 陆总 这 他是家行乡下来的邻居 这算起来 咱们呀 还是一家人呢 对对对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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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盖娘是你的邻居 啊 啊 好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盖娘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外面受苦受到我 都是因为这个畜生 马家豪 今天做出这样的事 你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小牙 立刻通知财物 取消 取消与马家行的合作 两个人 投资取消 另外 无论是在江城还是龙谷 谁敢与马家行合作 就是与我沃克集团作对 通知下去 好 你放心 我派人安排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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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这 你现在撤资了 我们家行可怎么办呀 陆总 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 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呀 陆总 陆总 哎呀 李婶 你可千万不能撤资啊 家行 家行 你快求求李婶 快求求李婶 李婶 我求你了 我真不知道 您就是陆总的干娘啊 你的意思是 如果她不是陆总的干娘 你们就可以随便欺负她了 是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大家好 你快好好求求李婶 李婶 小马 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帮你的了 我还是回乡下 虽然没有大城市那么繁华 我也没有这里这么复杂 以后你要是想回老家 你就回 那我想 你也不会想回来呢 干娘 李婶 我求求你了 你再跟陆总说说行吗 我心心肱肱一辈子 我不想就这么一无所有 你再给陆总求就行 你要什么补偿 我都给你 干娘 你不要为这种 没有良心的人心软 咱回家 咱会咱自己的家 李婶 你别忘了 你可是为了点点才来的 干娘 干娘你不会要真的原谅她吧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小姨 小姨 我求你了 哥娘 我原谅她 你先别哭了 小姨 再哥娘回家 哥娘你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 封杀的事情我可以去教 看在干娘的面子上 暂时投资的事情 一向都不要再想 干娘 最近啊 你就好好在这住着 我给您找了个保姆 老夫人好 干娘 您啊 就安心在我这住着吧 您要是住不习惯的话 等您身子养好了 再把人送回去 行 这段时间我要出趟远门 把我干娘照顾好 您就放心吧 陆总 吃吧 陆总啥眼光 这这么个香吧 老当吗 干娘 您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 小姨不是要出差吗 我说呀 给你们做顿饭吃 做饭 小雅 你呀 可是有口福了 干娘做饭可好吃了 干娘 那你就多做几顿 我要吃不完 我带路上去吃 好呀 让小雅尝尝我的手艺 干娘 你买了这么多菜 花了不少钱吧 一会儿我不跟你 不用 花不了多少钱 这些 这些菜还不到一百块 不到一百块 嗯 那我先去做饭了 妈买了这么多菜不到一百 刘芳每次买菜都要上千 看样子 刘芳有问题 算了 等景义走了再说 干娘 干娘您看 先这样 再这样 然后插进去 真好看 夫人 我都收拾完了 我先下去休息了 等一下 夫人 账单你解释一下 干娘 买一次菜 买那么多菜一百 你没买一次菜 她有上千 我们虽然不缺钱 但你也不能把我们当傻子看吧 夫人 我错了 实在是因为我妈病重 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不是理由 我们家不能留你 你走吧 我错了 夫人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老夫人 我也实在是命苦的人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 小雅 要不 我看她 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若如把钱还回来 就算了吧 既然干娘都这么说了 那就这样 刘芳 要是再有下次 你知道后果 我知道了 我不敢了 谢谢夫人 谢谢老太监 该死 真该死 等他们走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现在这个项目上 已经欠了一百万 你们要是再还不上 公司就要破产了 什么 这可怎么办呀 现在房子车子都被抵押 公司要是再破产 咱们家住真晚了呀 小满 你说你当初 把她弄到我们家来 干什么了 我有一个办法 要我说啊 她毕竟还是你离手 咱们要是能把她接回来 那陆总的投资 说不定还能重新对接上 大不了她回来了 我们都伺候她嘛 米米 咱们都做了这么多事了 你说 这还怎么接得回来呀 你真蠢 那咱们去肯定没用啊 但是她喜欢点点 咱们可以拿点点说上 而且我看你这个离婶吧 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 这要是重新回来了 咱们呀 说不定能跟陆总拍摄关系 咱们家发起来的机会 还是有的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还愣着干什么 那行吧 那我去吧 是 让你去 杀死你 妈 你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妈 我不回去 你走吧 妈 你这次跟我回去以后 我肯定好好孝顺你 妈老了 经不起你这么折腾了 你走吧 妈 你是不是看陆总家 比我们家有钱 你就嫌弃我们啊 小马 你连妈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不知道吗 那你还在这儿 待着干什么 到底谁才是你亲儿子 你现在知道 是我亲儿子了 啊 我过两天 就回想下去 再也不回来 打扰你们的生活了 你叫我一声妈 我是你亲妈妈 那点点呢 你难道就不想 再见到点点吗 你走 妈 你刚才跟谁说话 我录的 算了 来 把这碗汤喝了 算了 赶紧把这汤喝了 这是什么汤啊 名贵的中药材 四万块钱一斤的 赶紧喝吧 四万块钱 还是别喝了 您儿子 可是陆景义 沃克集团的董事长 你才四万块钱一斤而已 赶紧喝吧 别浪费了 省得你儿媳妇又说我 我喝 都浪费了 别废话 赶紧喝 这小雅 还真是个孝顺媳妇 哎呦 老太太 您别浪费粮食啊 小枫 这汤怎么这么咸呢 咸什么咸 赶紧喝 刘芳 你在干什么 刘芳 你在干什么呢 夫人 这汤有点烫 妈 是这样的吗 我不小心撒了 妈 汤撒了 让小芳再拖一遍就好了 我一会儿就收拾 妈 这汤 是不是不太合您胃口啊 这汤啊 有点烫 我晾晾 没事妈 汤 晾晾 慢点喝就好 我上去拿点东西 去吧 这趟我先尝尝吧 夫人 我出去给你重新坐一晚吧 没事 我就尝一小口 这趟我先尝尝吧 夫人 我出去给你重新坐一晚吧 没事 我就尝一小口 刘峰 我看你是存心脚事 夫人 我错了 我就是做汤的时候 不小心往汤里多撒了一把盐 不小心 我看你是怀恨在心 你现在被解雇了 夫人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门在那 赶紧走 滚 妈 我再给你坐一晚吧 不用 妈想走了 妈 马家行他们对你那么不好 你怎么还回去啊 我是说 我想回乡下了 我是说呀 我想回乡下了 是因为刘芳你才走的吗 不是因为她 妈从乡下来 我不惯城里的生活 在这住着 我浑身不自在 我想回去 甘娘 你看 景仪她也不在 您在这儿 再住一段时间 是 甘娘 您看景仪也不在 您要是走了 她会伤心的 甘娘 您就在这儿 再住一段时间吧 等景仪回来再说 好吗 行 那我就等她回来 人没请回来 什么 连个老太太都请不回来 你干什么吃的 她不愿意回来 我能怎么办呢 马家行 你到底有没有 真的去请人家 不是你亲戚吗 怎么 一点旧情都不念 马家行 自从你把她 带到咱们家 咱们家就一直倒霉 现在陆总撤资了 你要咱们家怎么办呀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妈的错 现在咱们家房贷车贷 都没还 眼铁还在上学 正是家里用钱的时候 你说现在公司破产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敏 看来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亲自带点点去 我觉得一定可以 点点 你怎么来了 奶奶奶奶 我想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都说过了 你不要来找我了 妈 这不是点点太想你了吗 要不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要回乡下去 别人家呀 我住不惯 妈 点点都来了 点点 你想不想让奶奶 跟我们回去啊 奶奶奶奶 我想你了 你跟我们回家吧 我想吃你做的饭 妈 放心吧 我肯定把真相告诉小敏和他妈 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放心吧妈 那好吧 帮我收拾东西 不用收拾了妈 我呢 已经邀请陆总了 等时候咱们一起去 走吧 好吧 妈 这次把人家请回来 你可得把脾气好好收一收 人家现在啊 可是陆总的干妈 咱们可惹不起 放心 这回啊 我给他当保姆 谁让咱们家 还得靠着个死老太夫 用不着 我呀 专门请了个保姆来伺候他 你呢 就舒舒服服的 在家待着就行 这可差 你好 你就是家政叫来的保姆 对 就是我 老板您看看 这是我的简历 我看着简历上说 你当保姆已经十年了 对对对 我给陆锦衣 陆总还做过保姆呢 陆锦衣 对 就是沃克集团的陆锦衣 那你 认不认识一个叫 李竹华的老太太 李竹华 是他 当然认识 那 他跟陆锦衣 到底什么关系啊 关系 别人不知道 我还真知道 他呀 不过就是陆总的一颗棋子罢了 你们问这做什么 他呀 之前在我们家做过保姆 后来因为手脚不干净 被我们给赶出去了 他还在你们家做过保姆 对 对了 你刚刚说棋子 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明白吗 陆总他刚回国 他需要立人设 他没有父母 就随便找了个老太太任当娘 实际上 他对这个老太太 一点都不关系 原来是这样 四老太子 我还真以为 他是陆总的干娘 彻底被他给骗了 让小马赶紧把他接回来 看我怎么瘦身 敏敏 把这些都给我撕了 敏敏 把这些都给我撕了 这个死老太子 给我伤了 甘心 价值给我关净 妈 妈 我叫小米下来接你 不用了 之前破坏了您的生日夜 我们想着给您补办一次 别破费了 以后点点上学 还需要很多钱呢 没事妈 等我们以后挣了钱 给你换个大房子 到时候 我和小米一起照顾你 妈呀 不要什么大房子 只要每天能够看到你 看到点点 妈就开心了 放心吧妈 以后啊 每天都能看见你 奶奶 快进去吧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来 妈 小米 我跟你们重新介绍一下 这是我 闭嘴 我重新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 闭嘴 你凭什么碰我孙子 点点 过来 点点乖 去那边吃蛋糕 吃蛋糕去了 妈 这是什么意思 行吧 他们这是 妈 小米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好不容易把老太太 请过来 你们 这是又要赶她走啊 陆总要是怪罪下来了 我们家的头子怎么办啊 陆总才不会怪罪呢 他呀 就是一颗棋子 棋子 对 棋子 要不是小方告诉你 我们一家人 还被他蒙在鼓里呢 哎呀 小马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他跟陆总压根就没关系 我们一家人都被他给骗了 妈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让我把李婶接过来 向陆总求情的吗 人家陆总 根本就没把他当妈 咱们一家子 都被他给骗了 人家陆总 根本就没把他当你 咱们一家子 都被他给骗了 妈 小米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陆总那天在宴会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相认 这 这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当然有问题了 那么多人他不去认 偏偏认他做骂 说白了 就是图了一个好名声 至于老太太人怎么样 陆总 根本就不关心 你是谁 小方呀 之前在陆总家做过保姆 陆总对他是什么态度 小方可是一清二楚 我可是亲眼看见 陆总 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把他接回来 扔在家里面 自个儿就出差去了 妈 那 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让他滚蛋 撞了你家的地方 不太好吧 马家行这个畜生 带着咱妈又回去了 那 万一是他良心发现 想要弥补咱妈 立刻被车 我要回去 亲自看看 嗯 还陆总的妈 你还真以为陆总对你好 想不老 我可告诉你 陆总 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 小义对我怎么样 跟你们没关系 现在你们既然不让我在这儿看点点 那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留着 怎么 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 想一走了之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你先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 这不是陆夫人说要送给他婆婆的手镯吗 怎么在你手上 说 是不是你偷的 这不是偷的 你个乡巴老 哪有钱买这么好的手镯 这手镯一看就价值几十万的 我都买不起 你配吗 平时小偷小摸也就算 现在竟然偷到陆总家里了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 给我拿了 这是我儿媳妇送给我的 这不是偷的 这不是偷的 马家豪 你愣着干什么 过来帮忙 你现在把桌子送回去 没准陆总的投资 还有转机 你婶 你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 这陆总要是怪罪下来了 我可保不住你 这不是偷的 你还在这狡辩 你要再这样 别怪我不客气 小马 这不是偷的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这可是你自己弄碎的 跟我们可没关系 我可没偷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这桌子你都拿不好 都碎了 都碎了 马家豪 赶紧把这个扫子先弄走 别带走我们家 你看看 你竟给我在这添乱 你让我说你什么狗 赶紧走吧 小马 你让我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现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就让我走是吗 李婶 你怎么跟我们小马说话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你敢学我妈 李婶 你别叫我李婶 王姐 我替你来收拾他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谁敢动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可谁敢动他 陆总 您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妈没事 是不是陆总 发现家里东西丢了 现在跑过来 兴师问罪了 我就说 应该把这个扫把心给赶走 陆总 您跟夫人大驾光临 有时远迎 还往海涵 把嘴披上 妈 你伤着没有 没 没事 小姨 妈 这不是我给你 陆夫人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这个小偷啊 在您家偷了东西 被我们现场抓活 之前在我们家当保姆的时候 球手脚不干净 没想到到了您家 那这恶心还是没改定 老公 你说是吧 你要是想让陆总重新同情 赶紧求求陆夫人 老公 说句话呀 陆总 对 是他呢 他是个小偷 再说一遍 谁是小偷 他是小偷 陆总 你干嘛打人啊 他是人吗 他就是个猪狗不竹的畜生 陆总 您就算有钱 这 你也不能侮辱人呀 妈家豪 你看看清楚 他是你妈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无限自己的亲妈是怎么的 你不是畜生 谁是畜生 什么 这老太太 竟然是马夏恒的妈 这 这怎么可能 爸家豪 这 这怎么回事 你不说话是吧 好 我听你说 知道你们媳妇一家贤贫爱妇 欺软怕硬 你不敢告诉他们你有个来自乡下的母亲 所以告诉他们 你是个乌儿 告诉他们这是你的亲亲 我说的对不对 马家豪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 有了媳妇就忘了娘 你就不怕做报应吗 陆总 你们 肯定都被他给骗了 他怎么能是家豪他妈呢 家豪他妈呀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我俩已经结婚六年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个婆婆呀 况且 他在我们家当保姆的时候 也从来没提过这件事 是啊 陆总 我们知道你是个大善人 但是 你也别被这些 别有用心的人 给骗了 到现在你还不敢承认 是不是 他不是我妈 不信你自己问他 小马 妈 你现在把真相告诉他们 我是小马的 李婶 你告诉陆总 你不是我妈 你受了什么委屈 我都可以补偿你 你难道要害死我吗 马家豪 你真的不是个畜生 李婶 我救你了 小马 直到如今 你还不愿意叫我一声骂吗 你爸走得走 这么多年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没想到要出你这么个 贤皮爱妇的东西 为了供你上大学 我到处求人借钱 人家知道咱们家的情况 我磕头人家都不借 我只能去卖废品 现在你事业有成 你在城里结婚 生了儿子 妈不想沾你的罐 妈只想看看孙子 可是你呢 六年 六年 你一眼都没有让我看一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李婶 这两个字 像刀子一样 插在妈妈心上 妈妈疼啊 现在你现在不想承认 我是你妈 那么从现在起 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什么叫断绝母子关系啊 我们家行 可从来没承认过你这个 总不得你随便一说 我们就相信你了吧 是 口说无凭 有本事 你拿出证据来呀 现在 还要不叫蛮禅师吧 陆总 就算您是个大人物 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吧 您要是愿意认他当妈 您自个认就行了 干嘛非逼着我们家行 认个乡妈老当妈呀 这事我可不同意 是 陆总 就算您比我们有钱 但也不能让小马 随便认个妈吧 好 你们要证据是吧 我给你们 小刘 这个 是你的出生证 这个 是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妈给你的脚背记录 还有这个 你的亲子便领说 这些能不能证明 她是你妈 这些算不算证据 陆总 这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是 大哥 看来你没有眼下 认出来我是谁 不可能 这 这怎么回事 大哥 我做了大哥 别叫我哥 我没你这样的弟弟 大哥 弟弟 马家豪 你 跟陆总什么关系啊 马家豪 我本来看在我们兄弟的份上 我给你资源 给你合作 给你以前你想要的物质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你呢 你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现实报这三个字 妈 你快说句话呀 妈 你就原谅我吧 妈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不是你妈 我是你亲戚 我是你邻居 妈 咱回家 咱回咱自己的家 走 妈 妈 妈 江浩 你当初娶我女儿的时候 不是说你是孤儿吗 妈 你听我解释一下 我不听 你那个农村的妈 害得我们家都要破产了 今天这个事 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 就休想再接我们家门 老婆 对不起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好吗 老婆 原谅你 我原谅你有什么用啊 我们家公司都快破产了 谁来原谅我们呀 这 这事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也没想到 我妈和陆总 竟然有这层关系 刚刚你也听清楚 我妈说的话了是吧 我告诉你 这件事要是解决不了 咱们就离婚吧 离婚 老婆 别离婚行吗 对了 我现在去求我妈原谅我 我 我现在就去 陆总把话都说到那个份上 你现在去求你那个妈 还有用吗 我看你那个妈 是巴不得我们家破产了 完了完了 这回是彻底完了 要不说 这事全怪你那个农村的妈 要不是她 我们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要我说 对开始就不应该让她来咱们家当保姆 也就没之后那么多事了 自从你那个扫兴的妈来了我们家 就没有一切好事 我看 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是不知道 这个李竹华 在陆总面前 可能装了 说不定啊 陆总 就是被他给骗了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你吼什么吼 谁愿意你在我们家大呼啸叫的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们说我可以 别说我妈 你吼什么呀 啊 你吃饱硬了是不是 我看现在日子是不想过 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过了 离婚就离婚 这事你满意了吧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离就离 马家衡 你这个废物 你还想离婚 你是看你妈找了一个有钱的干儿子 就想把我女儿一脚踹 我说了 别侮辱我妈 我就侮辱了怎么了 要不是我女儿 你现在还在龙村弄地呢 是我们家给了你享福的命啊 享福的命 我看是他们当狗的命 你 这日子 我早就不想过了 早就不设复你们了 妈 马家好要跟我离婚 我就不相信这个贱骨头 离了咱们家都不回来 妈 那咱们公司怎么办呀 这事要是不解决 那咱家公司肯定会破产的呀 我已经有办法了 妈妈 我好难受呀 小马乖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好吗 妈妈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当然了 妈妈会陪你长大的 妈妈 妈 我真对不起你 妈 你 你啊 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好孩子 你们俩都是好孩子 有你们 师父的福气 把人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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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把人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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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你安队好 干娘 我出去看看 好 把人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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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外人 你一个外人 把人扣在这 算什么道理 真的假的 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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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 把人家婆婆 扣在家里 干什么 路总 人家来接 婆婆回家 你就让人把人家 接回去吧 这帮人家 这帮人恨不得 把干娘赶出去 现在一反常态 就要接干娘回家 我把我婆婆 接回去 这 这有什么问题 路总 你好歹是身家 上百亿的老板 就让人家 把婆婆 接回去吧 是呀 人家这婆婆 回家 是合情合理的 你这样扣了人家 是犯法的 这 路总 这些人一看 就是有备而来 摆明了就是要抹黑你 再这样闹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们公司现在 正是上市的 关键时候 再这样闹下去 影响风险 把人交出来 把人交出来 小野 我是不是要出去一下 没事干娘 交给景一把 不用管 我没工夫跟你玩 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路总 你这 不是一直想要 这个老太婆的 赡养权吗 这样吧 只要呢 你能解除 对我们顾家的 封杀令 我们呀 立刻就把 这老太婆的 赡养权交给你 你该怎么样啊 告诉我 痴心妄想 路总 你可别以为 我不知道 你这公司啊 正是准备 上市的时候 你说这件事 要是闹大了 对你们公司 有多大的影响 你笑着 顾敏 如果你是真心 实意想 接我该娘回去 只要她同意 我可以让你们 把她带死 但是你们俩 狼子野心 些性难改 今天 别想把人接回去 路总 这李如华 他不过就是一个 乡下来的老太婆 能比你的上市公司 还重要吗 你说你到底是图什么呀 好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我陆锦衣到底从什么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如果不是当年干年救我 给我吃的 就不会有我陆锦衣的金钱 他就是我 所以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 我告诉你们 今天他你们带不走 还有这种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位陆总 还是蛮重情重义的 陆总 这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 这毕竟 我才是他亲儿媳妇 这儿媳妇 接婆婆回家 那可是天经地义的事 今天啊 你要是不让我把人带走 我肯定找律师告 你们告不了他 你们告不了他 跟娘 我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干娘非要出来 我没拦住啊 小姨 干娘感谢你 但是干娘不能连累你啊 妈 今天我来啊 是接您回家的 您就原谅我吧 要我说呀 这事都怪家行 这 他也没跟我说 你是他妈呀 顾敏 带着你的人回去 我不会跟你走的 妈 我可是您亲儿媳妇 这 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看看点点嘛 不要在那点点说事了 我知道 我清楚得很 你们不是诚心诚意 要带我走的 咱们的事跟小姨无关 你们不要牵连他 我说李竹华 这做人呢 可要讲良心 我们这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那个窝囊废的儿子 就因为你的儿子是窝囊废 害得我们股家都要破产了 这事 你不负责任吗 妈 这 您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我虽然是个乡下人 不懂得什么大道理 但是我知道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要是堂堂正正的做人 做事 事情又怎么能到这种地步 老太婆 你骂谁呢 好啊 今天我们好心好意的来接你回去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就算你不看在我们的面子上 也看看你儿子 看看你孙子吧 你们怎么这么跟跟家说话 我怎么跟他说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别动我妈 妈 你没事吧 你还是人吗 你敢动我妈 不是我推她的 是她自己不小心 给我妈道歉 妈家航 你敢打我 再说一遍 给我妈道歉 妈家航 你不要命了 敢动我女儿 你再说一遍 我他妈连你一块打 有本事你打 再说一次 我他妈连你一起打 有本事你打 小马 那怎么样也不能打人呢 妈 我错了 我不是人 你原谅我行吗 妈 妈从来没有怪过你 妈家好 挖个地离婚 离婚 离就离 什么 点点不见了 点点不见了 发生什么事了 学校老师打来电话 说点点 在学校突然不见了 怎么可能 点点怎么可能不见了 你儿子在我手上 今天晚上 准备好三千万现金 否则的话 你就别想见到点点了 三千万 我 我上哪给你找三千万呢 拿不住三千万 你就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我 完了 点点 点点被绑架了 绑架 顾敏 这怎么回事 咱们家伯母 把点点给绑架 他 管怎么要三千万 这 这咱们上哪 拿三千万呢 妈 我错了 之前都是我不好 我错了 对不起 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陆总 让他帮帮我 我求求你了 小姨 娘求求你了 爹爹千万不能出事啊 你放心吧 小姨 立刻筹击三千万 令温 统治所有保安人员 务必要保证她的安全 我现在就去准备 您放心吧 你爸妈要是敢报警的话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阿姨你放心 我爸妈有钱 陆总 爹爹爹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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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爸爸 爸爸来救你了 爹爹 奶奶来接你了 柳芳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 当我傻吗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在钱里动手脚 我都没动手脚 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是点天的爸爸 我来给你送钱行吗 让李珠花给我送 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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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你这个死老太婆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给我跪下 刘芳 别再过分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跪 求求你了 这一切都是你们造的你 要不是你们把我赶出去 害我没有收入 我老娘在医院 活活病死了 给我跪下 我跪 我跪 妈 你别跪 我跪下 别伤害爹爹 别伤害爹爹 给我磕三个响头 刘芳 血液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到底想干嘛 妈 你别磕 我跟你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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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们吧 把钱给我推过来 再给我准备一辆车 车我已经给你备好了 钥匙就在这个包里 拿过来 量你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招 奶奶快跑 奶奶快跑 爹爹 想跑 爹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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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妈 妈 你没事吧 快去救护车 把这个近日给我 压到警察局去 喂小杨 赶紧去叫全市 最好的医生来 看妈受伤了 快 妈 医生 我妈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人是救回来了 但是短期内 无法康复 医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人家身子骨太弱了 长期缺乏营养 那身体素质也太差了 都说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你看看你们呢 我家后 真是个畜生 我是畜生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选办法 救救我吗 医生 只要你能把我妈救火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这个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但是老夫人的病 最大的问题是心病 这个我们无法抑制 你们好好陪陪老夫人吧 我先去医院 给你们开药 心病 干娘 你们来了 你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过两天 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 为什么家 对 妈 我已经把主窝给您收拾出来了 等您病养好了 咱们就回家 您放心 这次我肯定好好照顾您 回去 还回你家吗 我告诉你 就算是景义同意 我都不同意 妈 你就在咱家好呆着 以后我天天伺候您 我说的是 回老家 娘想好了 我这次 确实是不该回来 打扰你 娘 瞧您这话说的 那我以后少工作 多陪陪您 谁要是再敢欺负您 我保证给他过不去 小叶 你是好孩子 娘感谢你 这段时间的照顾 不过 娘真的要回家了 你要是有时间 有空啊 就来看看 干娘 啊 妈 孩儿不孝 让您受委屈 你要回乡乡 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回去养您 对对对 妈 我跟家航 一起回去伺候您 你给我滚 今天就离婚 来 离婚 家航 家航 你闭嘴 又不是你 我妈能受这么大的伪情吗 老公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这 咱们要是离婚了 点点怎么办呀 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妈 你原谅我吧 妈 我不能跟家航离婚 看下点点的分身 好好劝劝家航吧 闭嘴 你闭嘴 门头出去吧 小马留下 妈 小马 扶我出去走走吧 好 小马 妈想跟你说几句话 咱们就是乡下人 妈没有文化 也没有能力 让你过上想要的日子 自从你爸爸走了以后啊 妈就想让你健康地 快乐地长大 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上学 上班 娶妻 生子 妈 妈知道 娶了媳妇 忘了娘 妈是过来人 妈懂 可是妈就想看看孙子 是你 妈也不知道 到底错在哪儿了 妈 我错了 妈确实恨过敏敏 但是妈不想让你离婚 妈不想让点点像你小时候一样 没了爸爸 妈 小马 你记住啊 天下 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只要你过得好 那妈 那妈怎么样都成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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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